I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and a happy new year 好像有些走音 我先唱一次 I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and a happy new year Good 好 喂 大家說我是不是白癡 因為這個背景圖其實 就是我一次講中了那個客人是相遇了 然後他一些轉功取態那些東西 我竟然上一個相遇的錄音 我沒有用這個背景圖 我竟然用了在你們太陽或者上星白羊座 是不是白癡呢 因為上一幅會更加應景 OK 無論如何 就很開心來到豬年的最後一個農曆的歷月 在這個農曆的十二月 就是由聽到這個開始 一路去到新晶頭 各位白羊座的運勢會如何呢 OK 非常之瘋 瘋於什麼呢 我們都不介意跟大家說一點 如果你們懂得塔羅 OK 我見到三張cord cards cord cards 即是人物宮廷派 然後他在說一種蛻變的進化 他有三張cord cards 他不是說有三種人物會在你的生活中出現 他是一個process來的 他是一個你的不同的精神面貌 但是其實是由幼稚慢慢變成熟 是長大著的 OK 還有中間我們出現了一張是death death是死亡 蛻變 重生 好像肉王 肉火焚身 哈哈 不是肉火焚身 都可以說肉火 不是肉火重生 因為肉火焚身好像在說一些色情形 OK 肉火重生 OK 當然也有其他牌 哇 整件事就是你們要長大去蛻變 OK 我看一看星象 OK 大家看一看這裡 登登 OK 由今期開始 我都會這樣加上星圖下禮 因為其實我以前去 現在對著電話拍這個影片 做錄音 我面前是有塔羅牌的 我是因為抽完牌 我就馬上去做星運錄音 但是至於那些星圖的東西 我就不是開電腦去看的 我也是用電話去看那個星圖 然後就抄在那張紙那裡 其實是浪費了一層功夫的 我以前是要看著那張紙 在那裡講星 然後又看著前面的牌 然後現在就在那裡錄音 但現在我就方便一點 OK 我直接把這個星圖 就放在這個影片裡面 OK 所以其實我現在只是看著我前面的牌 然後又看我電話的星圖 那大家也可以看看這個星圖發生什麼事 那是不是很方便 是真的很方便 我也都不用抄多張紙 那麼麻煩 好了 那大家可以看到 關於蛇變什麼事 OK 當我們講白羊座 當然要講火星 OK 你們的主星 守護星 OK 他現在入廟在天蠍座 天蠍座 天蠍座就是正在對應我那張死亡 死亡重新褪變 OK 然後我們看下去 咦 他正在錄音什麼呢 就是摩蠍座的土鳴雙俠 土鳴雙俠 土鳴雙俠這件事 就是如果在這個大時勢 我就已經在之前那個 note那裏講了 那個article那裏講了 其實是講我們現在這個香港的暴政 黑警 會越來越 就是那些惡勢力是無日無日的 變本加厲的 OK 但如果說回你們自己的話 OK 其實是你們人生裏面 要有一個結構性的一個轉變 OK 尤其是哪方面的結構性的轉變 第一 是當你們看到很多黑暗的事情 不好的事情 心裏面有憤怒 OK 那這個憤怒但是 可不可以將他做一些東西出來呢 是有結果的呢 不只是屈在心裏面呢 可不可以牽起一些法律訴訟呢 去投訴呢 去改變這個世界呢 OK 這裏是比較負面一點的 OK 但如果開心一點的話 就是說 有些地方你是很滿足很開心 很感恩 是啦 OK 然後你會不會可以去做出 做回這個報答的行為呢 是啦 過去例如我現在都不僅是 受派年尾年頭 是啦 那你過去這一年 你有很多貴人很多人去幫你 你可不可以將這份感恩之情去 去變回一些實事去做出來呢 是啦 OK 那還有呢 亦都可以說 就是有時候你去 有一些靈感啦 是啦 OK 有一些靈感啊 忽然之間一些直覺 你覺得啊 你想去做或者做一些藝術創作啊 一些發明啊 或者收到一些消息啊 OK 可不可以將這些東西 苦諸實行呢 可不可以將它化虛為有 是啦 不是說將腹腦白為神奇 但是 將它由零變成一 是啦 由腦裏面的一些想法 一些感受 一些創造性的東西 將它真的行動出來呢 OK 例如你想 有一個藝術的念頭 想畫一幅畫的 是啦 是啦 還有這些東西呢 是會對你整個人 有一個很結構性的轉變 有一個 整體上面的提升的 是啦 請大家去多些做一下這些這樣的東西 是啦